大家好,我是美金,今天我们来做黑金慕斯 这款慕斯不只是名字好听,做起来简单,也非常好吃 先来做一个饼干底,要不要去掉夹心,打碎 做任何慕斯的饼干底,黄油和饼干的比例是2比1就对了 倒进铺好油纸的模具中,先用手按压底部及四周 再用擀面杖压实,让四周尽量跟底部垂直 这里我用了冷冻芒果泥,也可以自己打新鲜芒果泥 微波炉加热后,倒进去泡好的吉利丁片,搅拌均匀,备用 白巧克力中,倒进去加热后的淡奶油,不要马上搅拌,静置5分钟 白巧更容易融化 奶油奶酪室温软化后,分两次倒进去白巧奶油,搅拌均匀 取150克奶酪糊与刚才的芒果泥混合均匀 倒进定型厚的饼干底中,冷冻15分钟 融化的吉利丁,倒进刚才剩下的奶酪糊中,搅拌均匀 倒进凝固好的芒果奶酪层上面,继续冷冻15分钟 下面做最上面的果冻层,微波炉或者隔水加热后,加进去吉利丁 搅拌融化,倒在凝固好的奶酪层上面,冷藏2个小时 芒果去皮,切片,大概3毫米厚度就可以 取出冷藏好的慕丝,脱膜,去掉油脂 把芒果片一层一层的围上去,要插到果冻层里去 不然芒果片容易倒下去 好啦,切开看一下,太适合闺蜜们的下午茶了 配方都在评论里,需要的去取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这里面 欢迎订阅明镜